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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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握感的部分呢 它是全曲面的机身 可以跟你的手掌更好的贴合 所以一会儿啊 我非常推荐大家去体验一下我们的真机 因为我是非常的喜欢小米酒 它拿在手上你会觉得非常的轻薄而且贴合 拿起来就觉得不愿意再放不下去 那正面呢 是6.39寸的AMOM的屏幕 我们这一次呢 还配备了一个高粘密度的螢幕指纹感应器 然后这一代的感应器呢 它比我们的上一代 也就是小米8 Pro 它的屏幕指纹的解锁速度 会提升25% 所以说是非常的流畅的 大家到时候可以试一下 那我们这次呢 有三个颜色 全新幻彩蓝 全新幻彩蓝 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颜色 非常的美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真机 同时呢 还有亮黑色 虽然看起来是很普通的亮黑色 但是因为它是全水面的机身 所以凉线在它的背面呢 也能形成一条非常优美的物件 那我们想着重给大家介绍呢 还是它的摄像头 我们这次小米9呢 是4800万像素的AI三摄 它有三个不同焦段的镜头 分别是长焦 广角和超广角的镜头 这样呢 只需要一部手机 你就可以在不同的场景下面 拍出不同的照片 我们来仔细看一下它的三个镜头 最上面的部分呢 是我们1200万像素的人像镜头 它可以实现两倍的光学变焦 另外我们可以详细的给大家再看一下样张 然后中间这一颗镜头呢 是我们这次的主摄像头 4800万像素的Sony的摄像头 然后呢 最下面的这个呢 是我们的超广角和微距二合一的 这样一个1600万像素的摄像头 我们先看一下4800万像素的主摄像头 它配这个现在智能手机当中最为先进的 Sony的 IMX586的这样一个图片处理器 具有非常高的解析能力 我们来看一下样张 因为样张最有的直观 这是一个在挪威的海边拍摄的一个小村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小村庄啊 它的门窗的细节都是比较清楚的 但是实际上呢 这个部分只是照片当中的一小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 照片当中其实还有非常微有的雪山 但其实呢 真正的照片是这样子的 我们可以看到 最近呢 有这个湖边的积雪 然后 远处呢 有这个村庄 然后还有雪山 所以刚才呢 是把村庄的部分拉进之后呢 我们还能看到很多事件 证明呢 它有着非常超强的 非常高的解析力 这个样张呢 是我们拍摄美食的样张 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肉的纹律 但是呢 我们想看一下小番茄的部分 我们把它放到之后呢 可以看到 番茄上面的这些绒毛 我们都看得非常的清楚 这是我们的4800万像素的主身上头 那再来给大家讲一下我们1200万像素的长焦镜头 我们一般情况下呢 不做光学变焦的时候 我们可能只能是拍成这个样子 但是呢 它可以支持两倍的光学变焦 我们可以把远处的景物 就像拉到面前一样 拍出更好的照片 然后第三颗镜头呢 是我们1600万像素的超广角的镜头 它可以支持117度的超广角的拍摄 117度听起来好像没什么感觉啊 117度值什么呢 那我们给大家用一个非常场景化的一个例子来解释 这个超广角它的用处 这个是大家在旅行时候经常遇到的问题 就是说 我在街边看到了一座非常漂亮的建筑物 我想把它拍下来 但是呢 我不可能到马路上去拍 我跟它的距离是很有限的 所以一般情况下 我可能只能拍出这个样子 只能是建筑的部分 但是在这个时候呢 如果用了超广角的相机 我们就可以拍出这个建筑物的全貌 就是非常的漂亮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个视频 其他视频的感觉到超广角的相机 一般的感觉到超广角的相机 标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了在硬体方面我们有非常棒的三个相机的镜头之外呢 我们在软体方面也做了非常多的柔化 手持操作的夜景呢 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它的原理 那我们就来主要看一下对比样张 它右手边呢还是用iPhone来拍出来的夜晚的照片 我们把池中的细节放大 比如说把店面前 店门口的这个摩托车的细节放大 我们可以看到在我左手边的这个小米9 它所拍出来的摩托车的细节 虽然在暗光的环境下 但是还是非常清楚的 而就是手边的这张照片呢 它的很多细节其实就丢失了 这张图片是我们比较喜欢的一张图片 非常有意见 它是在雨天的拍摄的夜景的照片 光线很暗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说 这些人他在水里面的倒影都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细节的处理是非常棒的 同时呢 我们这次小米9呢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功能 叫做运动灯胎 这个呢 也是我们大家平时可能出去玩的时候 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比如说 我想拍摄我的家人和朋友 在前面滑雪的图片 那我们普通的相机开起来呢 可能这个视频就会相对显得比较来回的晃 但是这次呢 我们有超广角的相机 所以呢 在超广角的相机下呢 我们用AI模拟的云拍的效果 就能保持画面的评论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最后体现出来的这样一个对比的效果 右手边呢 就是普通影片拍摄出来的这样一个视频 显得再来回的画 而左手边呢 就显得画面比较平均和流畅 而我们在影片摄影的部分 影片的部分呢 在DX-1上面的评分呢 是99分 是领先于其他的产品 而前置呢 我们是2000万像素的前置相机 支持AI美颜 接下来呢 我们讲一下小米9的性能 它使用的是CF Dragon 855 85大家非常熟悉了 这是高中的非常旗舰的这样一个CPU的处理器 它相对于上一代的话呢 它的性能提升了45% 而AI引擎的处理能力呢 也提升了三倍 所以我讲这个部分呢 大家非常熟悉 我就不用详细的介绍了 我们想来讲一下它的无线快充 我们之间的产品也支持无线快充 但是可能有一些用户会觉得没有那么好用 主要的原因呢 还是它的充电速度没有那么快 那这小米9呢 我们用的是20瓦的无线快充 这因为就是说你的手机完全没有变的时候 到底充电到100%了 只需要90分做 比其他的精品的手机都要快很多了 所以这次呢 我们会跟小米9的发售同时上线的 有这个支持20瓦无线快充的无线充电器 定价690 所以大家可以买一个放在你的办公桌上 或者放在家里面 它除了支持小米的小米9之外呢 也可以充其他的手机 充电速度非常快 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小米9 那我们再回顾一下 它有4800万像素的超广角的AI三摄 同时呢 它支持手持超级夜景 新增了运动跟拍的功能 可以带来专业级的相机的体验 另外的话呢 它用的是高通的旗舰芯片 Snapdragon 855 同时呢 它还是我们的全球首款的 20瓦无线快充的这样的手机 在它外观和设计的部分呢 它是非常漂亮的全息的幻彩色 而且它是全曲面的机身 握感非常的棒 大家都很关心 大家都很关心 它们也不换钱 哦 哦 我们是6加128的版本 开售时间呢 同样的 4月2号上市10点 在小米网 小米之家 小米专卖店 以及PC Home 都会同时进行小米9的开售 那电信商呢 中华远传 台湾之星和亚太电信 会在4月15号正式发售小米9 所以呢 这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三款手机的新品 在旗舰机型的部分呢 我们有一个今年的旗舰手机小米9 它是支持 它是搭乘了Standragon 855 然后同时呢 是4800万像素的超广角AI三射 那在中间手机的部分呢 我们有Renny Note 7 然后它还支持18个月的超厂光顾 是大家非常好的选择 那在入门及手机的方面呢 我们有Renny Note 7 它相对于上一代 Renny Note 6的话呢 也是进行了全方位的升级 Lady and gentlemen 我们给一个掌声